自2000年左右互联网产业在中国腾飞以来,出现过了太多称霸业时,最后却不知去向的企业。 在电商领域,国内目前呈现两超一强的局面,两超分别是淘宝和京东,这两家基本占据了国内网上跟物的所有市场,而一强则是指刚刚在美国上市的听多多。 他说,虽然最近名声比较愁,但是不妨爱听多多如今在市场中的地位,但是,在谈起这些电商的时候,有一家电商平台却不得不齐,他不仅是国内电商的鼻祖,而且在当时统治了整个中国网上购物市场,基本上提起网上购物。 最先想到的就是他,当当网,作为1999年底成立的公司,当当网在建立之初就已经确定了要做电商。 早在2001年,当当就开通了网上音像店,在网上销售CB、磁带等产品。 在2004年的时候,当当网还收到了亚马逊的并购请求。 在当时,亚马逊刚刚收购了另一家中国电商平台卓越网,在经过了慎重考虑之后,当当网拒绝了亚马逊,决定要自己发展。 在此后,当当网一路崛起,逐渐地成为了国内的电商龙头,不仅拥有最多的中文数字图书,同时还跟菲利普、欧兰亚等300多家世界知名品牌达成合作,共同进驻当当网。 而这事在2007年的时候发生的事,可以想象,在十年前,当当就已经做成了现在京东的样子了。 然而在11年之后,京东图书的上线让当当网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,当当上市仅仅融到了2亿美元,而京东一轮投资就获得了15亿美元,因此当时的京东价格能做到更低。 更恐怖的是,在京东购买的图书,有些第二天就送到了买家的手中,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。 在此之后,当当卖什么,京东也卖什么,而且卖的价格更低,送得更快,久而久之,京东做成了。 而当当再也不负当年之勇,今年三月,曾经号称中国亚马逊,那当当正式宣布卖身,又喊行期夏天喊投资购买。 当当网的历史致辞也算是告一段落,而创始人李国庆也颇为伤感,卖身当天在朋友圈内告别。 互联网竞争的残酷大家很难想象得到,强如当年的荡荡也落得如此下场,不知道再过十几年,京东和淘宝用会不会步入荡荡的后尘呢?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